突然那个工行那个官方的那个号码 9588发了一条短信 说我的那个账户存在异常情况 让我进行就给我冻住了 让我进行解冻 然后我当时想的是 这是9588那个官方账号发过来的 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就卸下了防备心 那个工商银行又给我发 我600多块钱被那个扣除之后 然后我才意识到那个可能是上当了 就在今天早上凌晨4点多的时候 到我那个卡的那个人 又把我卡里面剩下最后的两块几毛钱 全部都给我去走了 他们可以模拟任何的电话号码 进行来电显示播口短信 它都会显示的是真正的工商银行 或者中国银行之类这样银行的客服电话 在接到这种电话 或者接到这种短信的时候 自己主动播一个工商银行的客服 我去咨询一下落实一下这件事情 是否属实 然后再进行操作 而不要直接相信对方发过来的电话 以及发过来的链接